你好 唯唯姐 你好 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在哪里 在央视的春晚 对 我们都很华丽 那时候我跟你合拍了一张照片 坐吧 你好高 没猴钩 就这么说吗 你很厉害为什么你会知道 我瞎说的 这次我们会唱《落叶归根》 对 就是比较怀念家乡的感觉 你的家乡是香港还是那个在 尚伟 尚伟 但是我从小就在香港长大 跟我的姑妈姑丈她们一起生活 所以我很少就跟爸爸妈妈分开 但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姑丈姑妈她们都很疼我 例如我以前在比赛的时候 通常比赛都是要到很晚 之后她们会煲汤给我喝 因为她们害怕我又没有家饭吃 所以就觉得她们是看着我 从一个种子慢慢地长大 但是我也希望到以后 也可以给她们一个依靠 就是 就是一个树可以帮她们遮太阳的地方 我觉得对于家最好的一个画面就是 在外婆的家长大 每到夏天的时候 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 外婆会在霸子的一个角落提一桶水 然后我们就蹲在那儿 外婆就会咬水这样洗头洗澡 然后有蛆蛆叫的声音 有萤火虫 我觉得太浪漫了 哎 外婆 好美 哎 哎 你聊天了 慢点了 这种画面 它就像 这是我的那个根一样 你就会觉得你的根扎得很稳 在任何 你遇到任何风浪 或者是受到任何挫折的时候 你的根都在那个地方 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被爱包围 这也是 我心目中 遇到任何挫折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爱也是很强大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组合 和来唱中业风很有意思 因为她的年龄 她现在要追逐梦想 要求学 要往外走 然后自己变成一棵大树 来保护自己的家人 而我已经过了那个 她的那个年龄和时期 我已经要回家了 她们还是一个大树 要拥抱我 我希望大家最后都可以成为 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大树 或者是回到哪里 都会有一个大树 去庇佑你这样子 这是我唱《落叶归根》 很想给大家的一句话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有 深深跟小霞合作说是 是妈妈和儿子嘛 那其实呢 深深跟南哥也有过一个故事 就是第一集 葫芦奇兄弟落败了 然后呢 南哥就安慰大家说 我们一点都不伤心 然后深深就在旁边唱 一生要强的爸爸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好 逞强 对 逞强 我跟深深一起合作 特别特别地开心 因为她的声音里边 那种灵魂是代表着 那种温暖跟爱 非常非常的迷人 所以这次能跟她合作 我特别特别有幸 我有幸 我觉得这样好了 两个这么好的嗓子 不一起标一个 来一个南哥的 这个代表做的几句 不见不散 好吗 可以吗 可以啊 我 那我就壮个胆子来了 借个胆子 一个不够 不见不散 和老师 你的胆子好好用 我跟你讲 我的胆子好好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在完成 小霞和韩红的KPI 因为他们俩今天唱得很低 很低沉 然后突然听到两个高音 我就哎呀 透了 今天透了 另外呢 我还跟大家 回顾一个历史很有趣 就是Gigi在他第一次亮相的 电视节目当中采访 你们放过Gigi吧 他说他很喜欢周深 他在节目里说 如果见到周深 他第一句话就要说我爱你 但是那个是三年前对不对 三年前 对 然后现在长大了 这句话还说得出口吗 死亡拷问 说不出口了 你说得出口也没有用 现在我控制不住他 找不着他 他到处跑 那用一个别的词来形容一下 我提醒你何老师胆非常好用 这句话好奇怪 对 撞个胆 撞个胆 为什么我说不出口呢 何老师 因为我知道台下的观众 都深深地爱着深深 所以呢 我就不说了 哎呦 会了 真的 Gigi就越来越会聊了 对 另外呢 我还了解到 Gigi是不是很多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歌迷也很喜欢深深 是的 以我所认识的朋友们 亲戚们 或者同学们 大家都很喜欢周深老师 真的吗 希望周深老师 一定要来香港开演唱会 大家都会等你的 是 大家好 我是周深 是这样说吗 很真 好标准 好 我想到第一期问的那个问题 把华音乐带去哪里 先带到香港 我先走了 我去香港了 但是我不得不说 Gigi唱得真的很好 那当然 包括南哥都会说的是 哇 这个唱得真好 对 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觉得 又稳 又细腻 然后又非常非常的好 对 这个感受我在那个 港月季就已经有过了 那怎么办 港月季 我又不在 哎呀 因为我在了解Gigi嘛 我在看TVB的新闻女王 新闻女王 新闻女王 她的主题歌是谁唱的呀 Gigi 对 来两句好不好 闭上眼 看看世界 唱开心 慢慢了解 没寸没分 滴滴点点 截然不同的誓言 好听 透彻 我觉得特别地开心 因为我们见面了之后 在练的时候 我是觉得她 她玩特别特别地稳 而且非常细腻 其实我不是这种很 我是大大咧咧的 但是在她身上可以学到很多 细腻的东西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能让我 我也很戒掉浮躁 我觉得是很好的 没错 所以说特别感谢 这次我们的合作 十八岁 我们 蛮厉害了 我十八岁还像个傻瓜 我也是 但是我 那么多好 我和我 这身边 就像这些人 我都不帮我 我都不帮你 就像这一样